《狗lling军》 《有一名为海陆的云结》 我们讲到《奉皇》。 《奉皇》跟《龙》是两个相对。 一个阴一个阳。 《凤凰》是阴,《龙》是阳。 《奉皇》和《龙》是在《《乾项之灵》探索》有什么? 那我们知道呢,钱跟婚是天和地,是一个最高的目标,最后的目标,一个最基本的根据地,可能这么说,也是最基本的地方,起点的地方,就是婚,是慈悲,爱心,最终的目标呢,是钱,是不恶的境界 我们知道,然后我们知道,那个青蛙,水牛,跟那个宣赫,这个三招呢,是如何把我们的欲界里边的种种的,认我是非呢,把它转一下,令我们的那个气,就变成阳化,不是阴,是阳化 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龙呢,这个招式是如何发展我们的这个心龙的气,令我们能撼破自己的慢点,自己的须弥伤的我像,可以撼破 所以这个龙是非常弱,因为它破这个须弥伤的形象 所以呢,这个龙是非常坏,那个做个动作呢,也是非常充足这种的能量 但是相对呢,是凤凰,凤凰这一招呢,也是针对把我们的心龙的气呢,调和起来 那,调和起来是什么呀?就是,它,这个招式是非常柔爽,非常柔爽 那本来凤凰是什么动物呢?凤凰是一个非常汉油的一个动物 那,它是一只鸟,住在很高的地方,真的看不到的 有时候我们说是凤凰在雪山,在很高,很有雪的 它那边呢,它的整个身体是非常漂亮 然后,它也是会飞得超高的地方,它会与人群相处 但是它也是不像仙鹤跟神仙,不是凤凰呢? 它出现在哪里,如果是传说的话呢? 它是出现什么地方?哪里有龙,哪里有凤凰 这个营养,两个在配合 所以我们说,那个凤凰跟那个龙呢,系这个球 那个球是什么?就是等于我们的那个心灵的佛心的代表一样的 也可能说是最宝贵的东西 那两个在,一定要在一起 就是说,那个心灵呢,就是在我们的心灵这个地方呢 如果要打开这个地方呢,心量要打开的话呢 你需要阴阳配合 阴阳配合才能打开我们的心量 那现在那个凤凰那个招式 你看它的形象,你看得到 那个凤凰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性质 它死的时候,它会变成灰尘,从灰尘呢,它就会再生 这是化身,化出了它的心的生命 这个特点呢,是在我们的那个招式 是说,从那个我像已经那个毁灭的时候呢 就是被虚拟伤,被它毁灭的时候 哎,出来一个直觉 那个直觉呢,是会知道 什么方向,什么样,不会再有盲点 这个直觉令我们 更高层的境界,知道 我们如何能感受到佛心 那凤凰呢,是,它需要很大的空间 如果它一飞的,飞的无处无尽的地方 它不是不能住在一个小小的房子 它也不能住在一个很熟的一个地方 它也很清高,它也需要很大的空间 可能它的空间是一个宇宙的空间 那是说,代表是说,我们如果修这个一招呢 我们的心量是破我们这个盲点 我们马上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个大的空间是什么 是一种的关怀的心 这种道容的心 一种心呢,是 每一个人,我们有关系的话呢 我们都会知道他的需求 会了解他 会达到他们的这种的需求 好像那个凤凰呢,他的地盘的话呢 是很大的地盘 但是他去哪里,他去哪里 哪里他看到,他都到那边去 不相信那些小鸟 小鸟可以看到很大的 很远的地方,但是飞不到 因为他太弱了 但是凤凰呢,他的眼光很大 哪里他看到,哪里他可以飞到 那也是证明是,这个代表是 我们的心里呢,要打开的信念 跟什么人有什么关系 他们有什么需求呢 我们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为什么他们会,我们会满足他们的需求呢 因为我们有这个,为他的信念 为他的信念,会看到别人的需求 所以凤凰呢,修了一阵子呢 我们就会打开我们的信念 会看到人的需求 然后会发展,为他的信念 所以以这个凤凰来说的话呢 大家知道,这个凤凰呢 他不是自私的 他是到哪里 他把那个和平 跟那种的慈祥和吉祥 到哪里的地方去 这就是传说的凤凰那种的特性 所以我们修这个凤凰这种招数呢 我们就慢慢的会令别人呢 感到一种的慈祥 感受到一种的 这个peace,就是很安乐 很快乐 那从那个慈祥快乐呢 感觉到一种的美 然后从那个美呢 哎,我们慢慢就知道 那个自我呢 要缩小 那个自我呢 要往那个真上美 那个美的方向走 这个自我 不会再造很多的盲点了 所以这个凤凰跟龙呢 一定要两个 一定要配合 一个要破除那个盲点 一个造成一种的美的空间 有一个环境 一个心量 令这个没有我像那种的心量呢 就发挥 这两个要配合 阴阳要配合呢 我们常常达到这种的开发的心量 那所以呢 我们在练前后世灵的这个招数呢 所以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 对养伤方面 平常如果身体的养伤啊 还不够 要心量的养 要培养的心量 现在这个神龙 是令我们的阳气 冲冲了 到凤凰 令我们的阳气 把它调和起来 令我们那个营养才配合起来 那是氧气 同时培养出来一种的慈善 一种的 那个慈悲的这种的慈善 令大家都很高兴 欢喜快乐 那是养伤的 在修龙跟凤的里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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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